Hello 大家好 我是诚诗七 今天我们要来拆一套我觉得算重磅的萌盒吧 因为它包含了泡马特加比较热门的12个IP 没错 这就是泡泡马特的13周年系列 叫做聚光灯下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小调查 你们会喜欢收藏这种IP合集的系列吗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拆吧 那这一次呢是12个基础款和一个隐藏 SP真的是稳坐泡马特一姐的位置啊 封面是它 隐藏还是它 这次的主题呢就是泡泡之夜的盛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会是什么吧 哇 我第一个就拆到了封面 我只能说做人不要太嘚瑟 还有没有帅坏 第一只我就拆到了Skull Panda 这只SP很像那种高贵的女明星 我特别喜欢这次的眼睛 像是那种翡翠的颜色 还画着这种上扬的眼线 整体的话是一个这种黑银的色调 打扮的还这种华丽的 头上有这种电镀银的花朵装饰 然后背后有一个半透明的披风 下面还围着一圈羽毛 它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独自倚靠在那种高楼的栏杆上 然后俯视着圣典上发生的一切 第二只我拆到了Hachi Poo Poo 它这个卡也好好看 它的打扮是一个这种老绅士的感觉 两根带子在胸口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它穿着一件这种长款的西装 然后双手是背在身后的 手里呢还拿着一根手杖 但是Hachi的脸呢又是这种比较天真懵懂的感觉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鼻涕泡 所以有一种稚嫩的小孩 在非常努力的装作成熟稳重的样子 第三只呢我拆到了LaBubu 它终于穿上了正经女装 整体有一点那种Art Deco的风格 头上呢带着一个金色的头巫 上面还有羽毛的装饰 然后脖子里有一圈这种直绒的微薄领子 今天呢它打扮的非常淑女 你看它这个手部的姿势 仿佛是在等待别人邀请它共舞一曲 这一只拆到了我的初心IPMolly 我怎么感觉这一只Molly的眼睛特别大 眼线特别的浓啊 它的装扮给我一点黄金铠甲战式的感觉 通体都是这种电镀的金色 头上呢有金色的羽毛装饰 这里还有一个是不是小水钻呢 一看就是那种不差钱的样子 这一只拆到了小诺 看它的装扮是不是就感觉 突然画风不一样了 低调了很多 那它在这一场盛典里呢 扮演的是一个小记者的角色 整体的装扮也蛮英伦复古的 头上还戴着一个八角帽 就很有那种爆童的feel 它的手里呢还拿着一台复古的小相机 看起来是准备记录一下 这个盛典上精彩的每一刻 这一只我拆到了Lulios 它呢是泡马特来说相对比较新的一个IP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拆到这个IP的盲盒 这一只娃娃整体的色调和风格就没有那么浓厚 它的帽子就是这种半透明的感觉 然后帽顶是这种珠光色的 整个披风也是雨水座的感觉 包括裤子的花纹也跟这个雨水的主题相呼应 手里呢拿着一把渐变的伞 仔细看伞的一端还插在了一个雨水座的高跟鞋里 这一只拆到了Cry Baby 我第一次看到Cry Baby这么雍容华贵的样子 头上呢戴着一个半透明的小帽子 是可以取下来的 头发是这种橙红色的 胸口挂着一大串珍珠项链 然后这个围薄也是可以取下来的 是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手里拿着一个小烟斗 有一种在浪漫的奔向自己爱人的感觉 终于拆到我们的Demo啦 这一只Demo它整体都是这种手感漆的 黑色的头发 然后这次的眼神显得还蛮酷拽的 包括眼线也是金色的 身上呢穿着一套酒红色渐变的西装 有一点点像那种新贵的感觉 里面搭配了一个绿色的衬衫 上面还有这种小叶子的花纹 包括胸口也有一个非常精致的胸针 是一个字母帝的图案 即使来参加盛宴 也不忘带着自己的玩具好朋友 你看这个猫猫 这只拆到了Hero No小野 有一种哀人被硬拉着参加盛宴的感觉 不合身的西装 上面还挂着一个衣架 西装口袋里露出了他的恐龙小伙伴 然后表情呢 还是依旧比较厌世倔强的感觉 这只拆到了胖胖的碧琪 它看起来像是一杯可口的甜品 头发是一个粉色的渐变 头顶这一团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棉花糖 然后手里还拿着一根棒棒糖 它的微薄呢 也是这种植容渐变的感觉 它躺在了一个小杯杯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这种闪粉碎片 是一只无忧无虑的甜品小精灵 这一只呢 我拆到了小甜豆 这一只的食物其实是让我比较惊艳的 可能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植容的沙发 然后上面还有这种泡泡的灵格感 我特别喜欢这一只绿色的小沙发 然后我们的小甜豆就非常香甜的 靠在上面睡着了 很符合它胖胖憨憨的可爱形象 那它的打扮呢 其实也是比较绅士的那种感觉 头上戴着一个小礼帽 身上穿着这种西装满甲 还扣着一个小怀表 那应该是在后场的时候 闲着无聊看报纸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觉得这个报纸可以直接这样子 盖在它的身上 这一只拆到了Pinot Jelly 它是一个坐在黑胶唱片机上的感觉 然后它整体的色调呢 也蛮复古的 手和裤子是那种梅子色调的 还有闪粉在里面 然后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脑袋里竟然有一张黑胶唱片 晃荡的时候真的很像那种在搬什么金曲奖的感觉 那不知道在这12个IP里你们觉得今晚打扮的最好看的是谁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搬给SP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